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今天是老吴叔叔讲古,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在这上面的,这本书上的 书是这个清朝末年的大学问家余悦写的这个 右台先管笔记,这个故事是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字念什么,如果说我们直接念,它念燕,一按燕 但是它跟这个连在一起的通常会是这个字,讨厌的燕,底下加个胜,胜利的胜,燕胜 我们一直都会读燕胜,实际上那个字要读压 它是这个通甲字,是这个压,压迫的压,压力的压 应该读压胜,什么叫压胜呢,顺便讲一下好了 如果是中国道路简体字会这样写,燕它会这样写,压会这样写 然后胜利的胜是这样写的,一个月肉旁一个生活的生 今天就讲这个燕胜这个玩意儿,压胜 压胜,压胜其实是一种巫术,这种巫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屡见不鲜 比如说有人喜欢拿那个日本人所谓的那个玉手 也就是平安符,这些东西都属于压胜 还有一些幸运物,都属于压胜,外国人也相信,有的是用兔爪 什么之类的,鹰爪这一类都是属于压胜 还有虎牙,山猪牙等等等,都属于压胜 就是它用这个东西的魔力去驱赶一些不好的那些鬼魅 那另外一种就是放骨,放这种放压 也就是像比如说那个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有人说有人想害那个宫斗嘛 所以想害这个汉武帝,说在那个床底下埋了什么 埋了什么木科的小人在里面 结果人家故意放这个消息给那个汉武帝 汉武帝就叫太监下去挖,结果真的挖出小人来了 原来你想害我,就处死了这个妃子 这类故事很多,其实汉武帝的这个功过参半了 现在说他扩大边疆是浩大喜功不值得 使得这个汉朝的民生凋敝,很难恢复 那时候我们不提,我们现在就提这个压胜这一项 有一些压胜的那个做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那先讲这个好了 在湖北这地方有一个习俗 就是人上吊自杀死的俗称叫做吃油面 油面这个东西在台湾很常见,油面就是碱面 就是那种面上面油油的,但是我们一般也叫油面叫碱面 因为它吃起来色色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面条 那这边这个于悦他解释说油面则以水或卖沫为长条 也就是说用水跟面粉和成长条之后 然后在那个表皮上面涂上油,就叫做油面 实际上我们是除了这以外里面还加了碱 所以油面的味道比较色 那而且是通常油面通常吃的方法不是煮 不是煮汤面,而是用炒的 那个直接干的炒 因为它已经油了嘛 在江浙间,就是江苏跟浙江这边 叫油面叫树面,锁面 锁就是那个神锁的锁 那个勒锁的锁 那古人为之锁炳 古代叫这个油面叫锁炳 那他于悦是大学问教 所以随便一年就是一些引经据典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叫玉篇,麦布 有一本书叫玉篇 麦布里面有解释这个东西,说文解释 说炳,这个字它的读音就是炳 波伊恩炳,叫做锁炳也 那个字特别写了一个发明一个字 叫做一个麦,旁边一个病 合病的病 在另外一本书叫南奇书里面 何己传 何己这个人的传记里面 他有写到一段叫做 他这里面他叫做上好随银 随银 这个随银,上好就是很好的 极好的极品,随银银 这个随银银就是油面 即此物严 在弦陵这边有一个姓张的人 他在盖房子的时候 他对那个工匠 对那个箭就是泥水工 这些泥瓦匠这些很刻薄 木工啊什么他很刻薄 所以就是这个工资啊什么 那个摊好之后还有磕扣什么的 那工人就怀恨在心 结果就有一天 刚好在吃这个油面的时候 然后就 就把他吃剩的油面 埋在那个家的户线下面 户线就是什么 门槛 就在门槛下面埋了油面 没有多久 这个姓张的他太太上吊死了 然后过了没有多久之后 姓张的他也 这个就是那个盖房子那个人 那个屋主啊 他也他也 没事就拿那个绳索 要找地方上吊 还问人家说 什么地方适合上吊 什么地方适合上吊 这种情形 我们这边百岁老人 常常这样讲 他告诉他不是说 哪里是好上吊 他自己找好地方说 那个地方跳楼很好 那边上吊很好 那边怎么怎么样 他真的实行了 跑到这附近一个水池 走下去就被人要报警 把他救了 一百岁 他刚好一百岁 真的是老时候 吃皮装活腻的 但是这个姓张的这个人是什么 是被人下了厌树 下了压树 结果他常常这样讲 他们家人就害怕 这个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 那个家族人 那个女主人上吊死了 那男主人现在也想上吊 动不动要上吊 怎么回事 那其他家人就紧张 就找那些风水师来看 这个风水师是阳宅的 叫向宅者 就是善向宅者 就来这边看一看 他就从他家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再看一下这看看风水 然后他讲说 你家这个护线 也就是门槛下面 一定有一定有猫腻 于是就就就找人把 把那个把那个门槛给挖 挖起来 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结果看到果然有油面 底下果然有猫腻 就是油面埋在门槛下面 就会造成这家人会上吊 然后就把这个这个油面挖出来之后 就丢掉丢掉之后 就家里他这个这个这个屋主人 姓张的屋主人就不想上吊 所以这也是一种验慎 验慎的方式很多 我刚已经讲过 还有那个香港那边的打小人等等 还有现在这边的所谓的 减脂 然后用针叉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种 一种巫术 有的人叫做这个叫做 就是那个租法 就是那个西藏秘教 有四大方法 有的是那个争议 争议法 还有什么那个 祈求还有什么 还有坏法 还有诸法 坏法跟诸法 两个都是一种巫术 就是要让对方破坏他 不管他婚姻或者家庭或者是事业 全部用破坏的 他在这边念奏你就完蛋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诸法 直接把他杀掉 怎么杀法 不是用人来杀 用鬼去杀他 让他疯狂 让他自己跳癌 让他饮酒突然昏死等等 溺死等等 这个就是西藏秘教里面 有所谓的成猪坏租 有几种方法 当然前面那两种是好的 争议 就让你原来很穷 变成有钱 原来很有钱 然后更有钱 更官做的更大的争议法 一般人祈求的是这个 很少会去害人 可是他有害人之法 所以有黑教 黑教就是本教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验圣的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下面再讲其他一种 那下一集再讲 谢谢